哇 你看那是blueberry 把它反過來 喔 鮮鮮的南眉 你看 我的貓貓也忍不住啦 大塊一點 哇 看到了嗎 然後把烤箱預熱調在160度 一定要預熱10分鐘 每個烤箱都熱度都不同的 所以你們用習慣了就知道 有時候160 170這樣 我們等這10分鐘的時候把那些材料調好 好 朋友們早上號是我監管愛吃又愛煮 藍莓blueberry 今天我想吃 藍莓七席蛋糕 我們動手來做啦 準備了兩顆雞蛋 我們用剩下的檸檬 買了藍莓 還有200克起司 我們量那個麵粉分量要做了 雞蛋喔 一定要另外先打出來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知道會不會拿到壞蛋 把壞蛋一打進去 所有東西就完蛋了 完蛋 所以我們雞蛋一定要分開打出來 好了 現在我們來量這個麵粉 你沒有開取這個平層之前喔 一定要把那個量器喔 碗啊什麼都放上去 然後才開動這個開關 那麼你看它就會淋了 它把這個容器的量也 也 飽和進去 就像你放那個麵粉呢 就是那個麵粉的重量 我做這個小型的只需要10克 讓你看著 哇 一笑只得20克了 把它倒回出來 嗯 我只要10克的麵粉 嗯 我只要10克的麵粉 Corn starch 另外10克的 那麼10克麵粉 Corn starch的麵粉 就加起來20 這是玉酥酥粉 10克加10克 好啦 20 玉酥酥粉 蛤 還是19嗎 其實是沒關係的 20 OK 現在 我還要50克的糖 U-SHIT的糖 U-SHIT的糖 U-SHIT的糖可能容易可以融在那個起司裡面 50克 現在老了啦 少甜啦 吃到外面都太甜了 所以我要自己來做 50克的糖又好啦 好了 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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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多一點 多一點 好好好好好 不要這麼甜 不要這麼甜 49 看已經50啊 OK 糖 50克 你看 等一下 我會把這個 Blue Poppy Seed 加進去 這是個很幼小的種子來的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把這個放進我的蛋糕裡面 它很有口感 你們試試看 在任何那些 Bickery Shopping Room的店 你們都可以買到 試試看 等一下我把這個加進去 還有這個 Heavy Cream 這個是那種 Web Cream Heavy Cream 我要我的 Cheesecake 潤滑一點 等一下我把這個 加進去 100ml 這裡是250 我只要放一半 100ml 還有 Lemon 檸檬 我喜歡我的 Cheesecake 帶點蒜味 所以我 也要這個 檸檬汁 拌著的檸檬 小心這個包 不要那些種子 苦的 等一下分割出來 把那個 種子 割開出來 我們只要它的 檸檬汁 拌著檸檬 今天呢 就是屬於小型的 六春的 某 六春的 模具 它就像一個 碗那樣大罷了 這是六春的 我們的法 吃飯的碗 這是六春的 模具 把這個 Parchment paper 蛋糕的油脂 放進去 是 等一下蛋糕 弄好了 容易脫模 這是Creamy Cheese 是嗎 旁邊 我們也加一層 以防它的便會沾著 很難脫模 把Parchment paper 放進去 等一下 所有那個 材料 調好 一倒進去 就可以放進烤箱了 來 開始混合 材料吧 200克 200克 Creamy Cheese 50克 50克 汁沙子糖 弄到 放進去 我就懶得用電動的了 這個小心 因為我們只要把 Creamy Cheese 和這個糖 都融化出來就可以了 所有的材料一定要是 室溫 如果今天是30度的室溫 所有的材料一定要 你從冰箱拿出來 就要等它 放冷 因為 如果東西是冷 還是冷的話 你放進烤箱 那時候就 時間就不同的了 那個Bluberry啊 南梅啊 尤其是那個雞蛋啊 還有 我那個 我那個 那個 鮮奶油 都是要 放到室溫 然後 Creamy Cheese 跟糖 一起了 現在把檸檸檬汁 分兩側放進來 檸檬種子要去掉 現在把雞蛋放進來 先放一顆 哦 哦 只有蛋白倒出來 沒關係 不要一次過 因為它很 嗯 雞蛋也是 要分幾次 不要一次過倒進來 最重要是糖 要融掉了 好 再把蛋 分開兩三次 打散它 最後第二個蛋 先把蛋撒 先把鮮奶油 拓至小型 拓至小型 先把蛋撒 倒進來 先把蛋撒 包出來 加这个鲜奶油是要它更加的顺滑 嗯,看,好像是那么的滑,你看 现在是放那个面粉和那玉树树粉 刚才10g面粉,10g的玉树树粉色嘛 我们最好用一个小摔,摔着把粉摔进来 那么万一它有颗粒也会把它颗粒摔出来 我们的蛋糕会比较滑,看有颗粒就不要了 一加了粉的时候就不要过分的大力搅动它 把它弄均匀就可以了 否则它会取那个筋,那个面粉的筋 要是要那个蛋糕不太硬 就避免放太多的面粉 我们改这个搅拌去改成刚才那个spectro的 这时候把南梅放进来了 然后是poppy seed 如果有试过的,你试试看 有时外面那些健康面包也有面头 也有这个poppy seed 很喜欢,很好吃 放一瓷蛋 放一瓷蛋 好了,准备搞进模具要送进烤箱了 今天我就没有做那个饼,那个饼皮底 我只想吃起司和blueberry 刚刚好都穿了 放一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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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这么多poppy seed 真的很好吃的这个 很有口感 你们一定要买poppy seed来试试看 烤面包 烤蛋糕 放进烤箱 45分钟 好了45分钟 我们来查看一下 哇 蛋糕拍起来呢 你看 你闻到香味了 我们让它待在里面多两分钟 好处就是 蛋糕完全熟 会很香的 满屋子飘香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它 好了 让我们打开烤箱门 看看 小心很热 一个测试 一个测试就是 拿一个 那个 sate steak 如果没有可以拿筷子 摊吃进去 哇 都很蓬松 没有 没有那个 粘酱就是完全熟了 没有用到 然后 baking powder 是那个 wip cream 它自己受热 是会膨胀起来的 把它拿出来放凉 然后要带到明天 在冰箱 冷的cheese cake 才好吃 OK 等了一个小时冷却 我的猫猫也不能等了 让我们来看看 我这个 blueberry cheese cake 要脱抹来了 哇 你看这些blueberry 把它反过来 把它反过来 哦 是不是现在很难 没看 我的猫猫也忍不住啦 好 大快一点 哇 难道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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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不会太甜 嗯 你看那个南眉 融化了 你看那个南眉 那个propi seed 嗯 嗯 你觉得起来 很有口感的 它脆脆 脆脆的声音 嗯 我们试试看 好咯 谢谢你们 猫猫也来要分享了 谢谢观看 直到我下一个蛋糕 好我们再见了 拜拜